位于柬埔寨的FUNA将成为亚洲首个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的NFT收藏 据Mayor Times的Josh Duns报道 FUNA在柬埔寨成立并推出 被选为亚洲开发银行ADB的NFT促进亚洲发展竞赛的获胜者 击败来自新加坡、泰国、香港的其他99支球队 备受期待的代币目前正在进行中 希望在2022年晚些时候发布 FUNA团队将创建基于现实宾威动物的NFT图像 这些NFT的销售直接有助于保护这些动物 例如,为濒临灭绝的湄公和海豚的NFT支付的价格 将直接支付给负责支持其保护的柬埔寨衍生动物非政府组织 不可替代代币 NFT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 它利用区块链技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背后的技术 来创建一次性不可复制的数字信息 任何数字都可以变成NFT 包括音乐、电子书和图像 当这些数字信息被转换为NFT或被标记化时 它们会被赋予一个电子签名 用作无法复制、替换或细分的唯一标识符 签名记录在在线分类帐、区块链上 用于在需要时证明真实性和所有权 凭借提供这种真实性证书的新能力 全球数字艺术项目的价值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增长 现代艺术家Pak以9,18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名为The Merge的NFT艺术品出售给了一个投资者财团 而另一位名为Beeple的流行艺术家以6,9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件名为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的作品 领先的区块链新闻平台CoinDesk估计 到2025年 该行业的价值可能超过800亿美元 这使得NFT成为探索可持续投资的极有前景的行业 Tao Tonkin在宝城科技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解释说 Fona将成为区块链上第一个将100%利润用于保护这些动物的非盈利组织 这反映了他们的口号收集和保护 我们的项目有三个主要好处 首先 它提高了人们对保护问题的认识 因为NFT的稀有性将代表现实生活中动物的稀缺性 第二个关键好处显然是资金 将筹集的资金将直接捐赠给这些动物的保护 区块链应使用大量能源而名声不佳 但在能源消耗方面较新的第一层平台效率更高 第三个好处是 Fona将部署在一个使用很少能源的现代平台上运行 并且从NFT销售中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 将用于碳融资我们使用的任何多余能源 以确保项目是碳负的 而不仅仅是碳中和 该团队认为NFT具有尚未开发的筹款潜力 尤其是在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区块链上 Tom Heskaff举了一个例子 在整个西方世界 数百万人购买塑料和纸因素 以提高纪念日的意识和资金 庆祝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们自豪地佩戴这些因素花 以表明他们唯一向有价值的事业捐款 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 不难想象这些机制可以在线移动 人们分享他们关心的事业 以及他们通过永久NFT 为这些事业捐款的事实 可能显示在数字钱包中 或作为社交媒体资料图片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 FANA正在成长和变化 因为他们在柬埔寨开展首批 此类业务之一的过程中导航 自从赢得亚航黑客松以来 FANA已正式与亚航的 珊瑚三角计划 CTI合作 该团队现在正致力于开发一个 以珊瑚胶为主题的初始收藏品 以提高对亚航倡议支持的珊瑚三角群落 和物种的认识和资金